好,同学们大家好,我们现在来继续学习恩义考前辅导文字词汇部分 今天呢我们来上第八十八课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单词 漢字呢写呆然,那就是人的人发愣的状态 茫然的状态叫漠然 它呢是一个副词,也可以作为一个形容动词来使用 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个例句 意外的远迹に漠然の身体 意外的远迹就是这个回答正是出乎意料 人呢就自然是傻住了,不知道怎么来接话的状态 茫然の身体 也可以这样说 彼の滋滋しさに一度はただ茫然とするばかりであった 一度就大家的意思 对于他这个滋滋戏 滋滋戏大家都认识了,厚言无耻 大家实在都是目瞪口呆 也不知道该说什么都傻在那了 茫然する 那么和他还有一个类似的词 动词 ぼける 他呢不是发愣的在那里 而是人真的傻掉了 叫ぼける 比如说老人ぼけ 人呢上了年纪之后脑子呢就没有那么好了 叫老人ぼけ 有点老年痴呆的状态 ぼける 表示这种记忆力的减退啊 或者人的发傻啊 这种状态叫ぼける 好 我们来看下一个单词 ぼーっと 他呢主要是一个你生你太词 也是一个副词来用了 表示蒙蒙糊糊的 蒙蒙隆隆的状态 就是形容你看到的东西 比如说 遠处呢实在是太模糊了 我也看不大清楚 ぼーっとする 那么除此之外 如果形容人的话 表示这个人呢 耳朵噔噔的 然后呢 不是很清醒的样子 就可以用 精神恍惚的 ぼーっとする 比如说 丸一日資料を読み続けたので 頭がぼーっとして 目が 霞んでしました 说呢 这个看了一天资料 看了呢 我脑子也浑浑沉沉的了 頭がぼーっとする 眼睛呢 也眼花缭乱了 就是一看不清东西 酸酸涩涩的状态 所以呢 ぼーっとする 可以形容人 这种精神恍惚的样子 也可以说 彼はぼーっと 空を見つめている 空を見つめる 凝视天空啊 他呢在那儿 就是傻傻的 呆呆的凝视天空 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发呆的样子 ぼーっとする 下一个单词 汉字写葬 你要葬 那自然而然 就是埋葬 埋没的意思 那么葬在哪儿 比如说墓に葬 葬入目的 当然呢 可以抽象的使用 比如说 把这个议案呢 给埋了 那什么意思呢 就是议案 否决了 没有通过的意思 也可以这样说 世間から葬 什么意思呢 世間呢 表示这个人世间的意思 世間から葬 被世人遗忘 没人过温 最后就被遗忘 在一个小角落里 这种感觉 世間から葬 也可以说 世間が闇から闇に 葬られる 闇 表示黑暗的地方 念闇 闇就是这个意思 暗闇的意思 这个事情呢 从黑暗到黑暗 那什么意思呢 就是彻彻底底的 给遮掩了起来 暗暗的给遮掩了起来 不被大家知道 叫葬られる 总归呢 葬られる 就是埋起来的 这个意思了 把它藏起来的 这种感觉 下一个单词 ホコロビル 看汉字 我们也知道 它什么意思啊 站 那第一个就是 开了的意思啊 什么东西开现了 可以用这个词 比如说 ソデグチがホコロビル ソデグチ 袖口 这个开现了 可以用这个词 那么除此之外呢 可以用在人身上 说顔がホコロビル 脸呢 绽放了什么意思啊 就是微笑的意思 那当然呢 绽放可以用在花上面啊 说呢 这个梅花悄悄的开放了 ホコロビル的这个开放 和サク的开放 我们还学过一个开放 サク サク的这个开放 就是全开了 这种感觉 叫开放 彻底开放 然后呢 ホコロビル 这个开呢 花开呢 就是那个花蕾呢 稍微有一点点打开 刚刚有点要开的意思 这个时候用 ホコロビル 那么ホコロビル 还有一个同一词 ホコロブ 意思是一模一样的 这两个词没有区别 就是一个词而已 ホコロブ ホコロビル 两个词一模一样 不要做区分 那么我们之前还学过一个词 ハタン 汉字呢 写破绽 那实际上是什么意思呢 当然呢 有什么东西 破绽 开了的意思 还有更多的时候 回忆一下 我们学过它表示 失败了 比如说 契約がハタンした 合约呢 失败了 ハタンする 交渉がハタンした 谈判失败了 这个时候用 ハタン 注意和 ホコロビル 是有区别的 ホコロビル 就是微微开开的感觉 叫ホコロビル ホコロブ 意思是一模一样的 好 我们看下一个单词 ボソボソ 我们其实呢 学日语考试当中啊 最讨厌的就是这种 你生你台词 因为长得都太像了 那么ボソボソ 是什么意思呢 首先第一个意思 它表示什么东西 没有水分 干干巴巴的 干涩的状态 而且带点掉渣的 那种感觉 叫ボソボソ 比如说 它用来形容 吃的东西可以用 このパンは ボソボソして うまくない うまい 很好吃 这个面包啊 干干巴巴的 一点都不好吃 咬一口的往下掉渣 ボソボソする 那么除了形容 这个面包鞋 沙沙沙沙 掉下来的样子之外呢 还可以形容 讲话小声的 コツコツコツ 在里面 小声嘟嘟当当 说话的时候 嘀嘀咕咕 说话的时候 的样子 比如说 彼らは部屋の中で なんやら ボソボソやっていて 何を話しているのか 聞き取れない 他们呢 也不知道在房间里 嘀咕些什么东西啊 完全听不懂 听不见 聞き取れない 也是听不见的意思啊 不知道在说些什么东西 ボソボソ 就是一种小声 在房间里 嘀嘀嘀嘀嘀 说话的样子 嘀嘀咕咕的样子 ボソボソする 所以呢 两个意思 一个呢 是形容什么东西 干巴巴的 有点吊渣的样子 另外呢 ボソボソ 可以形容小声 说话的样子 你声你他一次 也是一个 也就是一个副词了 我下面看 又来一个差不多的 刚才学了一个 ボソボソ 表示这种小声 说话的样子 那么ボチボチ呢 意思又变了 不一样 另外一个单词了 表示这种 慢慢的 一点一点 开始的样子 ボチボチ 一点一点 不是大批量的 就是一点一点 一点点出现的样子 ボチボチ 另外这个词 有的时候可以当做 Solo Solo来用 比如说 じゃボチボチ はじめましょう じゃソロソロ はじめましょう 差不多这个意思 我们就差不多开始吧 ボチボチ 下一个单词 ホロビル 汉字写灭 那就是灭亡的意思 比较简单 这是一个自动词 什么东西灭亡了 比如说 ホロビ ホロビュク 民族 走向灭亡的一个民族 或者说 天に サカラウモノワ ホロビル 逆天者王 那么 我们刚才学 ホコロブ的时候 先绽放的时候 说ホコロビル 和ホコロブ 是一个意思 同样这里也一样 ホロビル 和ホロブ 也是一个意思 也表示 灭亡的意思 都是自动词 那么自动词 灭亡是 ホロビル 或者ホロブ 他动词 说我把它给灭了 有哪个词呢 下面一个 ホロボス 比如说把这个国家给灭了 国を滅ぼす 把敌人给灭掉 敵を滅ぼす 这是一个他动词 ホロビル 自动词 ホロボス 他动词 只有自他动词 区别意思一样的 都是灭亡 或者是 只消亡的意思 好 我们来看 下一个单词 ホンバ 本场是什么意思呢 发源地的意思 当然呢 引申意 就表示地道的 原产地的 比如说 本巴の中国料理 中華料理 本巴中国の料理 地道的中国菜 也可以这样说 英国は 議会制度の本巴である 什么意思呢 英国是议会制度的 发源地 原产地的意思 说呢 本巴仕込みの英語 本巴仕込み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呢 他不是在 比如说 不是在中国学的 而是呢 到了英国本地 学的英语 比较地道的英语 就是在英国本地 学会的英语 本巴仕込みの英語 本巴就表示 原产地的 地道的意思 好 下一个单词 汉字写会 那 マカナウ 首先会念法 念マカナウ 另外我们一定要注意的是 这个单词 跟收会 没有任何关系 他跟收会 没有任何关系 很多人不自然 就认为 汉字写会 那是不是 贿赂收会的意思呢 完全没关系 它是什么意思呢 表示供给 或者是 临时凑合 维持的意思 マカナウ 比如说 供给 我们先来看 第一个例句 说呢 りょうの食事をマカナウ 我们呢 和中国不一样 日本的这个学生呢 有一些学校呢 也是在宿舍的 但这个宿舍和中国的不一样 是那种出租性的宿舍 有经营权的那种宿舍 这个宿舍呢 会有一个老奶奶 或者一个阿姨来管理 他有的时候会提供一些饭 你可以去订 那么就是 りょうの食事をマカナウ 那么除此之外 マカナウ 还有什么意思 我们看 说呢 交通费呢 由公司来提供 或者我们看下面这个词 说呢 没钱了 先でマカナウ 就剩这一点钱了 用这点钱来维持一下吧 先でマカナウ 当然呢 还有一个词 叫とりマカナウ 它和マカナウ 是一个意思 表示处理 或者是凑合 搞定的意思 うまくとりマカナウ 处理的非常好 就是 这个マカナウ 还是凑合的意思 其实还是维持的意思 うまくとりマカナウ 就表示搞定了 那么我们刚才说了 マカナウ 这个词 虽然汉字写 惠 但实际上 跟收费 没有任何关系 收费怎么说呢 しゅうわい 在下面啊 しゅうわい 才是表示 收费的意思 那费路呢 外露 收费 稍费 费路 外露 所以呢 マカナウ 它是表示 供给 或者是临时 搞定它 凑合的意思 下一个单词 マギラワシ 首先呢 我们先来回忆 两个动词 マギラワシ 和マギレル マギラワシ マギレル 有的时候说 マギラス 和マギラワシ 意思上是一样的 把它弄错 弄混的意思 マギレル 也是这个意思 自他动词的关系 那么 マギラワシ 作为形容词 同一个词根出现的话 同意 同样是容易混淆的 弄错的意思 比如说 マギラワシ 偽物 偽物呢 我们说是假货 山寨货的意思 到什么程度了呢 都是以假变真的状态了 マギラワシ 真假难辨的状态 或者呢 説明の仕方が マギラワシ 它这个 说明的方式 マギラワシ 就让人听不懂 容易搞在一起 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搞糊涂了 那种状态 叫マギラワシ このバッジは 他下の と マギラワシ バッジ是这个 徽章的意思 公司的这种标志 说呢 这个公司的徽章 很容易跟别的公司 搞混 非常像的意思 マギラワシ 下一个词 マギラワ 名詞表示正要 什么什么的时候 怎么用呢 比如说 我们来看 第一个例句 说呢 慌てる 表示 慌了的意思 他平时呢 在这儿 一点都不着急 不认真学习 临到考试了 才慌了 眼看着要考 马上进考场 才开始发慌 也可以这样说 ハシャマギラに 滑り込む 滑り込む 是冲进去的意思 眼看着要发车了 才冲进来 那就是 マギラ 表示眼看着旧的意思 那么 有一个关联词 キワタツ 表示显眼的意思 这个呢 记一记就可以了 过 マゴツク 这个动词 我们要稍微认识一下 因为呢 他不太写汉字 所以呢 不太好记 マゴツク 什么意思呢 表示彷徨的 想不通的样子 マゴツク 比如说 ヘンタイに マゴツク ヘントにマゴツク すいません 回答 就是如何回答呢 我也不知道 想不通 彷徨 徘徊 迷茫的状态 或者说呢 キユニ キカレテ すっかり マゴツク 说呢 キユニ キカレル 突然间 你这么问我啊 突然间被这么问 我自己也不知道 应该怎么回答 一下子就被问慌了 说呢 いつ 試験があっても マゴツク カナイ 这个人呢 学习很好 不管什么时候 有考试 我都不慌 マゴツカナイ 张慌失措的 徘徊 迷茫的状态 那要是迷茫的状态 的话呢 我们还有一个词 トマドウ 也表示迷茫 包括下面这个 メンクラウ 一样是张慌失措 迷茫的状态啊 这三个词 意思上 基本上是一样的 困惑 迷茫 或者是张慌失措的状态 下一个词 首先要会念 交 念 マジエル 什么意思呢 就是 掺杂在一起的意思 マジエル 或者是交换的意思 它也可以表示 交换的意思 マジエル 交换 比如说 言葉を交换 交换词 那也就是 聊天 大话的意思 那么掺杂在一起 是什么呢 比如说 この問題に シジョを混ぜてはいけない シジョ 私情 这个问题上 我们是不能掺杂私情的 包括下面这个 猝息交谈 就是我们常说的一句话 怎么说呢 膝を混ぜて話し合う 膝を混ぜる 膝蓋 膝蓋碰膝蓋 猝息交谈 也可以这样说 说呢 半开玩笑的说 什么意思呢 就把玩笑 掺进去说了 ジョを混ぜて言う 就是半开玩笑的说 混ぜる 是掺杂的意思 好 下一个单词 またかる 汉字写跨 那自然就是跨越 很跨的意思了 比如说 上马 骑马 比较简单 那么跨的话呢 跨越出了空间的 但也可以时间上的时候使用 比如说 その五年にまたかる計画 为期跨越了五年的一个计划 或者说 この仕事は来月にまたかるかもしれない 这个工作呢 要跨到下个月了 也就是说 这个工作可能要拖到下个月了 这个月是搞不定了 またかる 表示跨越的意思 主要是记他的念法 またかる 常考念法 下一个单词 まとまり 那么讲它之前呢 我们先回忆一下 まとめる 还记得吗 表示总结 那まとまる呢 就是自动词的总结 那まとまり就是まとまる的 一个名词形式 那么什么意思呢 既然它是总结 那也是统一在一起的意思 这个词怎么来用 まとまり 它主要是还用的是第二个意思 表示一贯性的意思 比如说 まとまりのない話 说话 就前后不大 没一个中心 也不知道才说什么 まとまりのない話 前言不大后语的意思 或者说呢 このことはまとまりがつく 就是一个惯用搭配 まとまりがつく 表示解决的意思 まとまりがつく 解决 还有怎么说呢 この文章はないように まとまりがない 这个文章啊 内容上没有一个整体 没有一个一贯性 就是东一句 西一句的 你能感觉 叫まとまりの 那也像拼凑起来的意思 那么まとまり 这两个 一个是一贯性的 另外一个 まとまりがつく 我们惯用的一种说法 表示解决 下一个单词 看漢字 まぬがれる 那我们就是 敏安 那就是 避免的意思 他动词 那么何々を 免がれる 比如说 無事に危険を 免がれる 平安的躲过了危险 那就是化险 唯一的意思 比如说 我们看下面一个例句 说呢 若いにしても 虽然他很年轻 責任を 免がれるわけにはいかない 但是呢 也不能推卸责任 也逃避不了责任 或者说 危ういところで 死を免がれる 死に逃生的意思 在非常危险的时候 逃过了死亡 那就是死に逃生 摆脱的意思 那么 免がれる 完全汉字的意思 避免摆脱逃避的意思 下一个单词 まんざら 这是一个副词 表示未必的意思 所以呢 他的后项 基本上是跟否定 放在一起使用 比如说 まんざら捨てたものでもない 捨てるもの 捨てもの 就可以扔了的东西 まんざら捨てたものでもない 也并不是说 完全可以扔了的 也并不是没有用 也还有点用处 或者说呢 まんざらいやでもないらしい 也不一定不愿意 いや讨厌的意思吗 也不一定不愿意 有可能愿意呢 所以后项呢 都是跟否定 釋放在一起的 那么 还有一个说法 说呢 まんざらでもない かおつき 什么样的 かおつき呢 就比较高兴的 比较喜新于色的 这种表情 这是一个惯用 比较奇怪的用法 你可以把它记住 まんざらでもない かおつき 表示喜新于色的表情 好 看下一个单词 みおとり みおとり おとる呢 是表示迅色的意思 みおとり 还是这个意思 还是迅色 或者说 相形见出的意思 比如说 比较比てみると みおとりがする 两者一笔 自己就自财心惠了 相形见出 或者说呢 この天から言えば 从这点上来说 これらのものは すべて文学 芸術を みおとりさせる 从这一点上来说 它是一切文学 芸術都 二人失色 みおとりさせる 或者我们也用 否定式出现 全然 みおとりしない 完全 毫不逊色 的意思 全然 みおとりしない みおとり 相形见出 逊色的意思 下一个单词 み苦し み那是看 苦し呢 是难过的意思 み苦し 最简单的意思 就是难看 长得太丑了 み苦し 或者打扮得太丑了 也可以用这个词 那我们看另一句 说 そんなみなりは み苦し そんなみなりでは み苦し みなり表示 打扮的意思 这打扮得也太寒酸了 み苦し 或者说呢 ひげ伸びで 这里拉了一个单词 ひげ 胡子 ひげ伸びで み苦し 这胡子长得太长了 好难看 或者说呢 み苦し 負け方をする 输了 怎么样输的 输得很难看 其实也就是输得很惨的意思 比如说被人家大笔分给输掉了 那么也就是输得很惨 很难看的意思 み苦し 好 苦し是难受的 我们还有一个单词 みにくい 我们怎么来记呢 み 还是看 什么什么 にくい 我们以前学过这个语法 表示 難你 怎么怎么样 那みにくい 还是难看的意思 长得太臭了 然后 みともない 表示惨的 凄惨的 比如说 みともない 負け方 一样是输得很惨的意思 みともない み苦し みにくい 三个词比较像 みにくい和み苦し 都表示难看 寒酸的意思 除此之外呢 みともない 表示丢人现眼的 惨的 凄惨的 那么み苦し 也有这个意思 好 下一个单词 みこみ 表示 期望的意思 我们有同学 写简历 比如说 你可能12月份找工作 但是还没毕业 明年6月份毕业 怎么写呢 你可以写 卒業みこみ 预计明年6月份会毕业 这是一种写法 好 那么みこみ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预计 可能的意思 比如说 一週間でできあがるみこみ 预计呢 一周可以搞定 或者说呢 こういう病気は 手術をしても あまりみこみがない みこみがない 没希望的意思 没盼头的意思 说呢 这种病啊 即便手术 也没什么希望 你还是放弃吧 或者看下一个例句 说呢 ひたすら 一个劲儿的 ひとまねをしていては みこみがない 说呢 你一个劲儿的 一味的模仿 别人是不会有什么 盼头 没什么希望 也就是没什么 出息的意思了 所以 みこみ みこみがない 表示 有出息 或者是没出息 有判同的意思 下一个单词 汉字呢 写微尘 其实也就是一点点灰尘的意思 加上一个も 变成了一个副词 就一点灰尘都怎么样呢 后面接否定 みじんも 表示一点也不的意思 其实也就是 少しも的意思 みじんも 什么什么 ない 后面接否定词 就等于少しも 比如说 このような考え方は みじんもない 这样的想法 我是完全没有的 つまり 少しもない ちょっともない という意味です 什么 みじんもゆるがぜにしない ゆるがぜする 就是放松 松懈的意思 舒服的意思 丝毫不能疏忽 丝毫不疏忽 みじんも 什么什么 ない 惯用搭配 看到みじん 你先去找ない 如果有ない 可以选 没有ない 就不要选这个词 下一个单词 みずまし 这个词最早是怎么来的呢 这个词呢 最早的时候 是从这个词来的 酒里面加兑水了 叫みずまし 酒 对水的酒 对水的酒 掺水的酒 那么这个词后来就引申了 变成了有水分的 虚假的 比如说 この数字は水増しされている 这个数字呢 肯定有水分 虚假的 或者说 みずまし 虚报预算 就里面加了很多东西 みずまし 最开始是 みずましさけ里面 出来的 对水的酒 那么后来呢 就变成有水分的 虚假了 下一个词 刚才说了みずまし 现在又来了一个 みず みずみずし 这是一个形容词 表示水分充足的 其实也就是水淋淋的 酱嫩的 可以用来形容人 也可以用来形容吃的东西 比如说 みずみずし 若葉 绿油油的嫩叶 或者说呢 取立のみずみずし 果物 取立刚摘下来的 非常鲜嫩的 新鲜的水果 みずみずし 还充满水分的 也可以形容人 说呢 この娘は なんとみずみずしいことか 是一个小女孩 怎么样 多么水淋啊 长得很水嫩的 みずみずし 总归就是 新鲜充满水分的 叫みずみずし 下一个单词 みせびらかす ひらかす呢 是炫耀的感觉 那么みせびらかす 就是显摆 臭显摆的这种鱼感 炫耀的鱼感 比如说 おまちゃを友達に みせびらかす 这小孩子 有个什么新的玩具 就给他的朋友 那面献一献 所以那 おまちゃをみせびらかす 也可以说 彼女はいつもひとまいで 自分の新しい服を みせびらかす 他买这新衣服 就到大家前面 去显摆一下 みせびらかす その これみよ がしに みせびらかす 就是 特意站在那里 说 你快看我这个 显示给人家看 これみよ 这种感觉 みせびらかす 就是显摆的意思 下一个单词 みちびく 什么意思呢 汉字写导 那就是引导的意思了 引导引路 或者可以说导致的意思 比如说 我们来看例句 说 online人に みせびかれて 見物する 参观 怎么参观呢 跟着导游参观 他来引路 我来参观 说 みんなをしょうりにみちびく 引领大家走向胜利 当然可以走向失败 はさんにみちびく 走向破产 导致了破产 都可以 みちびく 就是走向的意思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节课的练习 同样呢 我们选了五道题 来给大家讲解 首先呢 我们来看第一题 说呢 しょうしこうれかで ふくしよさんが 什么什么し つつある 说呢 由于少子化 高龄化的进展 ふくしよさん ふくし就是社会福利 社会福利的预算呢 肯定是不断的怎么样 增大呗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四个词 哪一个是增大的意思 首先第一个 かくちょ 扩张 我们一般扩张什么呢 扩张自己的版图 规模 かくちょ こだねいす 好 第二个 ぼうちょ 膨胀 其实就是增大的意思 数多くなれ 好 三 心球 伸张 这不用说了 就伸长了的意思了 最后一个 かくだい あ不是 ぼうたい 这是我们的干扰选项 因为它有的时候 也可以表示增大 这个增大 一般增大的什么呢 体积 泡在水里面 泡胀开来的肿胀的感觉 叫ぼうたい 所以呢 这要题 我们应该选择第二个 数字增加 かくちょ ぼうちょ 接下来 第九题 いよいよ あき 什么什么 で もみじも 色付いてきた 眼看着 就是真正的秋天 要来了 红叶也渐渐有了颜色 真正的秋天 怎么说呢 あきほんば 这是一种固定说法 ほんば 可以和你的季节 放在后一起 表示真正的秋天 真正的什么什么 其他三个词 比如说ほんば 刚才讲过的 地道的 肯定不对了 然后ほんね 表示真心话 ほんね 真心话 ほんかく 表示真心对待 认真开始做的意思 所以呢 教题只能选择第四个 ほんば 表示真正的意思 一般是作为 和其他名词 组合在一起来使用的 好 下一道题 说呢 留学中の学学費と生活費は 親からの仕送り 仕送りや 悪アルバイトの収入で 什么什么什么 说呢 留学当中的 这个学费和生活费啊 主要是靠什么呢 爸妈给我寄的钱 需要费 给我寄的生活费 以及我打工的收入 怎么样 我们着急选哪一个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第一个 マカナウ 刚才讲过的 维持支撑的意思 然后 支払付钱付款的意思 支安 花费的意思 タテカエル タテカエル 什么意思呢 表示这个替换 或者 也可以表示 垫付的意思 タテカエル 事先垫付的意思 好 那么这道题 应该选哪一个呢 マカナウ 表示支持 支撑 维持的意思 靠什么来维持呢 我打工和爸妈给我的钱 这道题 最容易选错的就是这个 喜哈拉乌 这是一个干扰选项 靠什么什么来支付 注意生活费 学费 学费 你这个支付的话 只能当面的 比如说 买东西 你用喜哈拉乌 吃饭用喜哈拉乌 其他的时候 生活费啊 你这个时候 不太用喜哈拉乌 这个词啊 有具体的某件事 支付某笔钱的时候 用喜哈拉乌 没有具体的某件事 只是说生活费 怎么怎么样 不太用这个词 针对具体事件的时候使用 然后 这个垫付 不是这样用的 垫付的话呢 就是先把这个钱垫上 回头这个钱 还能回来的时候 才能使用 所以呢 这个生活费和学费 回不来了 所以不能用 这个词 二十题 彼は いかなる困难にも 負けず 最後までにも 什么什么する 说呢 他不 面对任何困难 都不退缩 一定会最后把任务 怎么样呢 肯定选一个完成了 哪个词是完成呢 满头する 念法 满头 满头する 就是完成的意思 那么干扰选项是哪一个呢 是 离工 旅行 旅行的话 一般是旅行合同 契约 约定的时候使用 离工する 最后一道 说呢 業務に関する メールは 表現せずに 関節に書いた方がいい 说呢 关于这个业务上 就是工作上的 邮件的话呢 我们就不要 什么样的说法呢 简洁明了的 说法比较好 那你就是简洁明了的 一个反译词呗 不要什么样的 说法 我们看一下 这四个词啊 遠回り 绕道 这肯定不对了 绕远路 然后 延曲 这是我们的干扰选项 大家说 委婉的说法 对不对呢 一会再说 アクドイ 之前学过的 颜色味道过浓 让人生厌的 アクドイ 最后一个 周り クドイ 表示这种 拐弯抹角的 不直说的 这要提用什么呢 选择最后一个 为什么 遠曲不行 遠曲这个委婉 其实是一种 褒译的说法 遠曲な表現 是指这种 非常委婉的 不伤人的这种表达 带有一种 褒译的说法 而我们这里呢 其实并不是一个 褒译的说法 因为他说 你不要说这样的 不用用这样的表达方式 也就是说呢 你不要拐弯抹角 有什么直接说 簡潔に 話す 所以 回りクドイ 把拐弯抹角的 带有什么什么 クドイ的 都不是什么好词 带有什么什么 クドイ的 记住 在日语当中 都是一个消极词汇 如果你碰到选项 我实在不认识 这是哪个词了 我也不知道 他还说什么 这词题我也没看懂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你可以根据 词的包一笔 一来选 最少大概意思 这个雰围体 你能够理解 这边呢 肯定不是一个 好的词汇 那么像 enkyoku这种词 就肯定首先 可以排除掉 那么 所有带 クドイ的结尾词 都是消极的 带什么什么 クドイ的 所以呢 回りクドイ 是拐弯抹角的 批评这个人 讲话不直说的时候 使用 和enkyoku这种 说他讲话 很温柔 很委婉 是两个意思 委婉是褒译的 akudoi是演译的 所以这要题 我们选最后一个 好 这一课我们就到这里 大家休息一下